你好 大家好 我是任力量的李偉妍 先講公平性 我們這個諮詢都是公平性 我不明白為什麼女士發現 剛才會被腰部罪罩 有一次可以兩次發言 我想有很多人的發言是還被選到的 我自己是一個熱心參與社會事務的人 我由舊稱開始投票 我亦都鼓勵烈煙人投票 我亦都有參選過 剛才李一路強調 法官大利自己和選管會都是非政治性 但是在我的選舉經驗裏面 由我們報名上 即是未報名的一刻開始 政見選舉的事情都是非常政治化 我自己在每一次選舉之後 都出入了這個政公署無數 當然是誤告 所以我今天才可以堂堂正正的 反映給你聽是有多政治化 我們是會經常受到建制派的報告 因為一些濕濕碎的事 亦都因為選擇過一些濕濕碎的條例 可能就是這個濕濕碎政府給你的命令 這就令我們毛利拉加就要去廉政公署 我很相信如果今次規管網台這件事情 你不會付出實行 我們差不多每一個候選人都要上下廉政公署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尤其是關於選舉經濟 選舉政策那兩方面 不如我們要一些我們的支持者去支持對方 令到他的選舉經濟爆爆 令到他不斷要上來政公署 其實這個條例其實是一個案法來的 是會令到候選人有不同的刮殺 和是令到這個選舉顯得不公正 我很擔心佛法官是聽不到我講話 所以我今天帶了幾隻字過來 選管會七個級 潛艷網絡23條 我希望同官和我們啟口和聽口的意見 去原答當警 在這個諮詢文件裏面的條例 是否有政治壓力 以及我想提醒法官大人應該很清楚 這些條文我們是講一個很清晰 百分百準確的定片 是declination 而不是詮釋 不是interpretation 希望法官大人你可以聽清楚 謝謝你們 謝謝 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